先把全省邮局地址,刚刚先搬到C点底下好了 不然的话,我们把它下载里好像很长一串 打程式没办法,太长了,不要那么长 我们知道意思就可以了,先放在C的根目底下 会有一个叫全省邮局地址 如果我今天希望写一个程式,可以快速的把这25个档案 合并成为一个档案叫o.txt o.txt 那我该怎么写?程式部分的话真的不多 总共的话9行就OK了 9行程式就合并完成了 所以其实在Python里面,你要做合并这件事情 真的比想象中的还要简单 所以如果你有大量的档案需要合并的话 OK,其实我觉得Python这地方还是相当相当好用的 当然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分割 不过分割又稍微难一点 但是程式写完之后发现也不多 大概好像10行左右吧 也是很少 我发现其实Python在处理那个档案的这个部分 真的,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程式也不多 而且很多东西是大家都学过了 大家没有学过的部分 只有一个就是OS 就是我怎么知道那个目录里面 到底有几个档案的这个部分 那我就补上去就好 所以其实大概就是这三行 这三行是新的 其他的话就是 刚刚好像有用过啦 就是F.read read就读档 读档就是全部读啦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写档 写档的话后面就是这边是 把它改成本来是W 把它改成A A的话就是append的模式 也就是说呢 W是负写 如果你用W的话 它变成盖到最后只剩封原 其他都不见 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写到下方 那我们只要把W改成A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就把资料写出去 所以F.read 刚刚有用过 把那个东西写到里面去 不过后面我多两个换行 因为如果你没有换行 因为每个档案的最后面 它没有换行 所以如果你把它串在一起的话 它变成说下一个档它会放在 它的那个刚好最后一行的右边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错误 我们刚刚增加两个换行 那最后的话呢 就把档案close掉 然后呢就完成合并 所以哦 我们rown一下 各各看一下 其实还蛮快的 rown完之后 这边里面应该是没有all.tst 然后把它执行 rown一下 你会发现这边出现合并完成 那在根目录底下 会多了一个目录 一个档案叫all.tst 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三重就出现了 下一个是中立嘛 那因为我在这边换行 在两个换行 所以等于是中间多一个空白行 然后就换中立 中立完之后呢 再来就是南投 南投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台中 意思类推 就25个档案 瞬间就全部合并了 OK 应该知道我的逻辑啦 只是说呢 我们刚刚没有学到的 我把它讲一下 最重要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把它删掉 OK 好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刚刚没有讲到的部分 就是这一段 我要怎么知道说呢 我的目录里面 到底 有多少个档案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调用一个 叫os的一个模组 它一样跟random类似 就是它已经安装在 python里面 只是说如果你要拿来用的话 你一定要写一个input 它才可以拿到内部用 它不会预设帮你把它引用 它没有它一定要input 然后呢里面有一个os.walk 的方法 那你只需要跟他讲说 你帮我在那个目录里面 找找看哪个目录 c帖底下的全省邮局地址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理论上 那个反斜线 这个其实是城市里面保留 保留字元 所以如果你在字串里面 多一个这个反斜线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要这样子 两个反斜线 拖一字元 因为它这个 这个是保留字元 所以另外如果假设 你不要加两个反斜线的话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另外一个规则 就是你可以在路径前面加一个小r 这一招其实我觉得还蛮值得用的 因为以后你的路径底下都有什么 c帖斜线 目录底下还有指目录 它在斜线 那你会变得很多斜线 假如说呢 你以后 不需要把它改成两个斜线的话 那很简单 你可以在路径前面加个小r就可以了 ok 这个是一个 一个一个 它这个规则 那我们只需要什么 写一个for回圈 for 后面的话呢 它会 这个os.work 它会return 三个东西给你 但是其实我们只需要其中一个 哪一个 这个而已啦 第三个 前面这一个是指的是 你路径名称 其实就指的是这个 一模一样 就root drs指的是这个目录里面 还有没有其他指的目录 有没有 第三个是 但是这个目录里面有多少个档案 档名、副档名全部回传给我 那我这边是给它一个名称叫lis1 它就会把所有的 其实主要是这个啦 其他指 你几乎是用不到的 但是你还是要给 因为它是它的规则 那我们如果要把所有的档名 通通叫出来的话 只需要怎么样呢 在这个for回圈里面呢 再增加一个回圈 for iron range 从这个帮我把里面所有的档名叫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print出来 比如说我这边底下加一个print 瓜符之后的话 那我把什么呢 把这个lis1里面的 资料怎么样 加个中瓜符 里面就加个i 那你可以把它print出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它就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目录里面所有的档名、副档名 帮我什么print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地方 会从三重点tst 一直帮你print到凤山点t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它等于就是 帮你把所有的目录呢 的这个档名、副档名 通通叫出来 那如果有这个讯息之后的话 那我们不就可以什么 把这个东西 放在读档里面 所以后面其实我只是改意识什么 我已经知道说这个东西 是它的档名 跟它的副档名 所以我就把这个档名、副档名的讯息 把它写到哪里呢 写到这个底下的话 有没有 我就在增加什么 这个是我的档名、副档名 那我只需要增加什么 c碟底下的目录有没有 那下一层目录是不是 下一层目录你串接的话 这个就没办法用r 一定还是要两个 这个反斜线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有串接的话 那这个反斜线一定要加 两个一定要加 那我把这个档案 比如三重点tst 我拿来读取 读取方法跟前面一样 r模式 所以三重点tst 这个目录里面帮我开一下 那开完之后 我把它全部读取 读取完之后呢 帮我先读到前面有个c的变数 好 然后再来什么 把它写出去 有没有 把它存 就是合并在一个档 所以呢 我就再开一个什么 all.tst 有没有 底下的话就开all.tst 那模式的话就a模式 帮我把c 就是三重里面所有东西 帮我写出去 并且的话呢 多两个换行 因为如果没有换行 它便接在后面 然后最后把它close掉 然后再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变中立了 也要不要帮我写 写写 所以哦 从中立一直写 应该写到缝3吧 那就全部开了 全部写出去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多增加一个叙数 print 合并完成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其实 这个地方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这上面的这三行 如果你这三行ok的话 那底下应该就比较简单的啦 其实就是 知道它幕幕里面所有的党名 副党名 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去把它开起来 一个一个把它写在all.tst里面 直到没有为止 ok 程式只有9行 那我把它run一下 run完之后的话 合并完成 然后呢 底下就会出现什么 all.tst 打开应该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 程式我应该是写在第26页的地方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 26页这个地方路径是d 所以如果你把全车邮局放在c的话 只要把这个程式 d冒号改成c冒号就可以了 其他程式应该就不用 其实没什么改了 最重要还是要知道说 这个原理原则 尤其是前面的这三行 那当然我们很快的 所以回去的话可以试试看 看你身边有没有什么需要和平的档案 也许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多多练习 但是这个做完之后 当然还没有结束了 后面我们还需要希望做出一些变化 包含就是说它能不能怎么样 再把它 这个 这个 off.t.t.t 把它 合并完最好把 这个 25个档案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说 我们再把它分割 分割本来变成O.T.A.T 一个档 那其他都三了 那我希望写出一个变化 就是再把原来O.T.A.T 再把它分割 用Sprits分割 然后再分别存一个一个档 并且把它的档名也把它恢复 我们三重中立 一直到奉山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个在下面其实也有 所以如果有些同学回去可以再看看 OK 那今天的话 那事实上应该就讲到这里 底下将这个O 再分割回25个档 程式也不多 不过我提供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用Sprits 一个方法是用Find 两个方法都可以 也是我自己想出来 两个方法 后来发现好像用Sprits比较简单 底下方法反正也想到了 我就顺便补充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也许就先讲到这里吧 那回去的话呢 请各位还是一样 再把那个 我会再把影片放在那个我们的论坛 然后回去的话可以再把今天讲的部分 再稍微复习一下 那我们如果这个 讲完档案之后的话 后面还会再衔接资料库 所以回去的话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稍微了解 如果你对资料库完全没概念的同学 你可以再找相关书籍稍微了解 因为我们资料库的话可能不会讲得非常细 不会讲最重要的部分 怎么去使用资料库的这一部分 但是有些理论的话 假设你比较不熟悉 可以顺便稍微了解一下 那个资料库的相关的理论概念 那今天的话就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我们先到这里